好看一下你知道这个商业模式之后啊 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呢 就是我们web项目啊 你公司里面进行这个web项目开发的时候 它的一个啊 基本的一个流程啊 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说的啊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那么首先你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叫做项目立项啊 那么项目立项呢 其实什么叫项目立项啊 就是决定你公司呢 决定要做这个项目啊 这就叫做项目立项啊 这就叫做项目立项 那么这一部分呢 其实项目立项这一部分呢 其实一般的吧 跟你一个普通的员工啊 也没有关系啊 到底做不做这个项目 你也决定不了对吧 这个一般都是公司的大领导啊 大领导这个一小 一排桌子对吧 我们这个项目要做了啊 那么你就开始去做这个项目 这就叫做这个项目立项啊 那么项目立项之后 决定做之后 既然要决定做这个项目了 那么这个项目到底要做成什么样的 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要对应着你需要的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呢 就叫做需求分析 那么需求分析的话 就是分析这个项目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那既然要有这个需求呢 他就有这个提出需求的人啊 提出需求的人 那么这个提出需求的人到底是谁 这里面呢 根据你的公司要开发这个项目的不同的 其实有不同的人啊 假如说你公司 你做的这个项目对吧 他是公司内需的啊 公司内需的 那么这个呢 提出需求的人呢 可能是你公司里面的 哎 老板 或者是某个部门的人啊 某个部门需要这个软件 对吧 让你们公司的研发部进行开发 那么这可能是老板或者其他人 那么假如说你公司接的这个项目呢 他是这个别的公司要做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这个需求是提需求的人呢 就可能是你的客户啊 可能你公司的客户 哎 他来提这个需求啊 他提了需求 那么一般的话 这个客户或者老板的话啊 他呢是不懂这个技术的啊 一般他是不懂这个技术 那那么他既然提需求的话 他也不可能从这个技术层面 给你描述这个 哎 我到底要实现一个什么样功能 他只能跟你说 我要实现一个什么样功能 比如说我要实现对吧 这个用户注射啊 这个下单啊 等等给你描述一下啊 但是呢 你提出这个需求之外呢 这个需求分析的人员呢 你就应该进行个分析啊 无论是 首先是你得从这个 技术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这个功能 到底可不可以实现啊 到底可不可以实现 实现起来难度大不大 对吧 难度大不大 你不能说我接了一个功能之后 客户认为很简单 我一做做了几个月 还没做出来啊 这个就 完了啊 就完了啊 所以这个需求的时候呢 进行需求分析的时候 一个就是 跟客户谈一次啊 这个可是不可能搞定的啊 不可能搞定 中间会有 中间会有 多次的交谈啊 这种过程 就不停的跟客户进行个交谈 有些比较有经验的人 还需要的去这个 引导客户 对吧 你比如说他提哪一个功能 我们这个功能 技术层面实现起来太复杂 你想办法让客户别做了 对吧 这个啊 那么这个啊 这个主要是看你 这个需求人员 对吧 需求人员啊 要么 要么就是谈的时候呢 你这个 钱高一点 对不对 在这个需求分析啊 需求分析的目的 就是分析出来这个 它的一个功能啊 分析 这个 客户的一个需求啊 客户的需求 到底要实现一个什么样功能 这是这部分啊 那么当你需求分析 做完之后啊 下面呢 就有一步呢 叫做 圆形设计啊 这个圆形设计 是由谁来设计呢 是由这个 产品部的这个 产品经理啊 产品经理啊 产品经理呢 根据这个需求 他需要呢 去画这个产品的 圆形图啊 画这个产品的圆形图啊 进行圆形的一个设计啊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部分在哪呢 产品经理 他呢 经常使用到的一个 产品设计的一个软件 叫做 ixture啊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是一个快速圆形啊 进行 产品圆形设计的 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 圆形的设计啊 他不是去写这个代码啊 他而是使用这个产品的软件 他里面呢 有其他的空间啊 你比如说这个 按钮或者什么东西 哎 框框 把它拖过来 他的设计呢 就是设计的就是 你比如说 我这个页面上 用到一个按钮了 这个按钮 应该放到哪个地方啊 点击之后 应该跳软到页面 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他只是做这种设计啊 做这种设计 这种设计呢 叫做产品原型的设计啊 其实呢 并没有去写代码 那么 把这个 产品原型设计完了之后呢 下面呢 这边呢 就分为了 两只啊 你注意啊 这边呢 就分为了两只 这个两只呢 首先 这边呢 就对应着这个 后端的人员啊 后端 人员 那么 这边呢 就对应着这个 前端 前端啊 人员 那么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后端 这一部分啊 那么后端这一部分呢 在经过这个需求分析 和产品原型之后 下面呢 后端这边 进行的第一步啊 就是要根据这个需求分析 和产品原型 进行一个架构的设计啊 进行一个架构的设计 那么这个架构的设计啊 主要是 干嘛的啊 首先 你在这里面呢 架构设计呢 主要是分析这个 项目的一个 哎 模块划分 以及它的一个功能 架构啊 模块 那么 划分 还有这个 功能 架构 就是每一个模块啊 有几个模块 每个模块呢 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下面呢 还有这个 我这个要开发项目了 开发环境 我要选择哪个框架 对吧 开发环境的一个 选择啊 开发环境的选择啊 等等 那么 那么 然后呢 哎 在其他的呢 比如我要分析 对吧 我这个项目里面 要用到的一些 其他的技术啊 项目里面的 哎 项目中 哎 用到的一些 其他的 哎 技术啊 其他的这个 技术 然后 还有呢 就是 在这里面 我这个项目呢 最终做完之后啊 我需要呢 进行一个 部署 哎 把它发布 这个发布的时候 我这个 发布的这个 部署的这个 架构啊 怎么做啊 这里面也要进行个设置啊 进行个设置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在这个 架构设计呢 这边来做的啊 架构设计来做的啊 架构设计 在做完之后呢 下面 要进行这个 数据库的设计啊 那么 所谓的数据库的设计呢 哎 第一点呢 就是分析这个项目里面呢 需要用到哪些 数据表啊 分析 分析啊 这个 数据表 那么 和这个表里面呢 应该有哪些 字段啊 表字段 那么 另外呢 是这个表之间的一个 关系 表关系啊 哎 这些东西 那么 上面的这些呢 注意啊 架构设计和数据库设计啊 它是整个项目里面 那么 最关键的两步啊 最关键的两步啊 决定可以说决定这个项目的成功啊 或者是失败啊 哎 你如果这个架构还有数据库设计不好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 你后台 你后来开发着开发着呢 就你之前的这个东西呢 你就会发现啊 越做越麻烦 你需要不停的去改前面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说这两步呢 是项目里面是很关键的啊 很关键的 然后 但这两步呢 跟 一个 刚进公司的人来说呢 刚做开发的人来说啊 跟我们的关系不大啊 关系不大 哎 这两步是由谁来做的啊 是由这个 你的要么是你公司里面这个架构师 对吧 或者是项目经理啊 这些大牛啊 他们来做这些东西啊 架构的设计 还有这个数据库的设计啊 那么 你可能之后呢 你去到公司里面 开发这个新项目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你 我们比如说要做一个新项目 我们大家一起拉过来 我们大家开个会啊 开个会聊一聊 对吧 分析一下 我们共同讨论一下啊 这个架构应该怎么设计 数据库怎么设计 但是呢 你如果刚进去的话 你说你会发言吗 对吧 你肯定是往那一坐啊 大家一说你听一听啊 OK啊 那么这只两步啊 那么 跟我们关系大的两 大的一步在哪呢 就在这一块啊 模块代码的实现 还有这个单元的测试啊 那我给大家说 经过这两步之后啊 你这整个数据库里面呢 需要哪些表 都给你分析出来 对吧 表分析出来的 然后呢 这个模块有几个部分呢 也给你划分出来的 每一个部分呢 要实现什么功能 也给你分析出来的 那么 下面到这一步的话 就是分工了啊 直接呢 就开始安排任务了啊 就是对吧 给你分工 分工完之后呢 你就开始呢 去实现你的代码啊 给你安排哪一块功能 对吧 你去实现这个 实现这个代码啊 根据他 根据给你分的工作啊 去实现这个代码啊 那么你实现你的代码 模块代码之后呢 这边可能有一个测试 测试人员测试一下 你的代码 那么这个测试呢 我们叫做 单元测试啊 叫单元测试 好 这是这一部分啊 这是这一部分 那么之后的话 你说你项目组里面的人啊 大家呢 都把各自的这个 模块功能啊 把它实现了啊 把它实现了啊 那么这里面的后端 这一块呢 就开始了 哎 现在到 要往这边来了啊 那么往这边来之前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前端 那么前端这边呢 首先 到达这个产品原型之后呢 也是啊 前端人员这边 需要呢 根据这个产品的原型 去进行这个 UI界面的一个设计 你是用这个PS或者其他软件 去进行这个UI界面图的一个设计 好 那设计完了之后呢 下面呢 要有一个前端的设计 就是前端的人员呢 根据UI设计的这个图片呢 把它写成对应的前端的页面 也就是我们给到的大家 那一部分的页面啊 那就是前端页面啊 前端页面 那么把这个前端页面也做完之后呢 那么这边的这个模块也实现了 下面呢 就要进行一个代码的整合 代码的整合呢 其实呢 就把后端的代码呢 跟前端的代码呢 把它融合起来啊 把它融合起来 就进行代码一种和啊 把大家 代码都融合起来 那么就叫整合 整合完之后啊 下面呢 还有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呢 叫做 集成测试啊 就是上面这个测试呢 叫做单元测试 下面呢 叫做集成测试啊 那么 把代码合起来之后 我再去检测一下 这个 哎 项目的代码呢 有没有问题啊 整个流程有没有问题啊 那么 你单元测试没问题 不代表你融合之后没有问题啊 这个测试呢 叫做集成测试 那么 集成测试完之后 如果呢 哦 OK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项目呢 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 发布啊 网站的一个发布 项目的一个 上限 哎 也就我们说的 这个 项目 上限啊 项目上限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项目的上限啊 就你 你在公司里面啊 假如说你公司的项目 这个快做完了啊 马上要上限了啊 你在将要上限那几天 你们公司里面的这个 人员啊 加班是处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很正常一个现象啊 就为什么会加班啊 就尤其一个项目上限的时候 老害怕这个 上限之后出了bug啊 所以大家都把点三注箱啊 拜拜啊 然后 哎 上限之后啊 提心吊胆的 在哪地方啊 看着就防止 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 如果出了bug之后 马上进行一个解决啊 进行解决 所以这几天加班是比较正常的啊 OK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啊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web项目啊 它呢 开发的这样一个流程啊 这样一个流程 就经过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样一个过程啊 项目立项 需求分析 圆形设计 架构 哎 然后呢 开始分开 哎 前端和后端 后端的架构设计 数据库设计 模块代码实现 还有呢 测试 前端这边呢 UI界面的设计 前端页面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两边进行一个代码的 整合 好 整合完之后 集成测试 最后呢 有一个网站的 发布啊 这里面呢 就是它的这样一个 流程啊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架构设计这边 我们刚刚呢 哎 少给大家说了一个啊 还有呢 一个呢 就是选择你这个 网站架构的一个 哎 开发的一个模式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 提到一个啊 这里面呢 有一个 前后端分离 和前后端 不分离的概念啊 前后端 分离 还有这个前后端 不分离啊 前后端 那么 不分离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啊 在我们这个 天天生鲜 项目里面的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 前后端 不分离的啊 前后端不分离 那么你们之后呢 再讲的这个flask呢 采用的是这个 前后端 分离的啊 前后端分离的啊 这 前后端分离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后端 你只做你后端的代码 前端这个页面呢 你就不需要去管了啊 你就不需要去管啊 前端页面呢 有前端来去写啊 那么 关键是这个 前后端分离的时候呢 前后端之间呢 一定要实现一个 事先商量好 我访问哪一个地址 对吧 你应该给我返回 什么数据 你只要把数据 给他返回回来 那么至于页面怎么显示 后端不需要去管啊 不需要去管啊 这是前后端分离啊 那么 在我们这边呢 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 就前端呢 他只设计这个页面 设计完这个静态页面之后呢 他把页面交给你 这边是不是要进行一个代码整合 对吧 我们在我们这里 在江户里面 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模板 控制页面上 内容的一个显示 对吧 内容的一个显示啊 那么你说这个模板 你让谁写 你说让前端去写这个模板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前端他只是负责这个 前端页面啊 前端页面变写 就把这个静态页面给你写好 然后呢 至于咋显示 对吧 静态页面给你了 你需要呢 去弄这个模板啊 在模板里面 包括我们讲的 这个便利 或者其他的啊 进行一个显示啊 进行一个显示 OK 那么这里面呢 是这个概念 我们先给大家提一下啊 谢谢大家 对